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 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意见提出了20条具体的举措 依法严惩强制二选一 强制搭售刷单炒信等等 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意见提出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案件审理力度 依法严惩强制二选一 低价倾销强制搭售屏蔽封锁 刷单炒信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审理案件中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的界限 严防把民事责任认定为刑事责任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 对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 与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产生的民事纠纷 因刑事案件无法推荐审理 无法维护其民事权益的问题 意见规定除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外 如果民事案件不是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 不得以刑事案件正在侦查或者尚未审结为由 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者终止审理 意见还提出建立办理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案件绿色通道 依法保护有挽救价值的中小微企业 对于中小微企业因资金流动性困难不能清偿债务的 要积极引导各方当事人达成减免债务 延期支付的执行和解协议 依法为企业缓解债务压力 恢复生产经营创造条件